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前夕在美国媒体上发表 第二次世纪大战75周年的真正教训的署名长文 一国总统在对手国家的主流刊物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并不常见 房老师 普京为什么要这样做 会有效果吗 好的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历史虚无主义 还有一个词叫做历史修正主义 西方国家一些政府总想修改或者说篡改 那么曾经的那些不可篡改不可修改的那些历史 比如说二战的历史在冷战以来 他们就一直在极力的贬低 甚至是无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中所扮演的 可以讲是这个支柱一样的角色 冷战结束之后 这一幕我们仍然在不断的看到 今年这个5月9号所谓前东欧的一些国家 就在这个问题上又在翻历史老战 那么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心态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一句话 历史是不可修改的 你注意到没有 西方国家他们要讲二战的胜利日 一般讲5月7号或者5月8号 绝对不会提9号 而苏联或者说俄罗斯一定强调是5月9号是欧洲战场最后的胜利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法西斯德国最终覆灭千字投降之前 曾经是有过一次小投降的 就是邓尼茨 我不向你苏联投降 我跟你不对付 我跟你仇大 我去找西方去投降 那么当时所谓欧洲的这个盟军最高统帅这个艾森浩威尔就接了 我这正好有苏军的一个少将军衔的联络官 你参加一下吧 你一少将军衔 我们这一帮五星上将元帅在场的情况下 你后边靠着去吧 你想苏联能干嘛 那当时斯大英就急了 直接跟罗斯福沟通 不行 不能代表我苏联红军在整个二战的欧洲战场中所具有的 可以讲是决定性的作用和地位 到我这来再投降一次 那罗斯福当时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英美这些盟军都必须派高阶的将领去参加的 这才有5月8号那天夜间的最终的这个投降的正式的仪式 那是由苏联元帅朱可夫亲自来主持的 所以5月9号被视为欧洲战场的最终胜利 你看见没有 一个小小的时间上双方就在这掰手腕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已经脱离了历史的范畴 但是我讲不管如何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包括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 历史是不容颠覆的